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是不是俄罗斯真的铁了心准备要开战呢 因为其实在刚刚我们陆陆续续 有看到一些最新的快序 都说传出了枪响 或是传出了炮击声 但是现在到底开打了没有 似乎还在一个危险的边缘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普丁真的要开战了吗 当然标题是这样下 乌克兰是证实有导弹袭击 首都基辅金船爆炸 所以有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 真的是普丁开战的吗 现在大家都还在各方在确认当中 不过我们看到 就是已经有这一个乌克兰的军方 指控就是亲俄的叛军开火 而且炮击击穿了这个幼稚园的墙壁 那其实你现在看起来 这个乌克兰好像也不太敢反抗 也只敢对这个叛军开火 那可是俄罗斯现在已经占领了 这两个乌冬两小国 已经成了一个既定事实了 那美国到底敢不敢出手呢 因为现在当然是有这个正当理由 这个俄罗斯好像就推进了 他们的防线 往这个乌冬两小国这样子 大啦啦的这样子 坦克车已经开进去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就觉得说 持续观察普丁究竟是 只要这两小国而已 还是会想要吞下这个乌克兰 这是现在全球最矚目的一个事情 但是大难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的动作让大家就会持续解读 怎么是有消息人士透露说 这个美国竟然是打电话给这个 泽伦司机就说 你是不是要撤离基辅 所以大难来的时候 都是这种有权有钱的人先走了 这富豪议员的逃难潮 你看到反对党的议员 同伙的这些商人订购了 可载50人的私人飞机计划 飞向维也纳 而且乌克兰的前百大富豪逃离 但是有四个人还是留在境内 也就是说96个人已经走了 那这四个人难道是一种像是 抗恶保屋持续 我知道要留下来吗 也不是 他说因为这四个人涉贪 所以他最后是因为 护照被扣留没有办法出境 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如果有能力 他早就走了 不是护照被扣留 他可能早就走了 那现在到底留下来的是谁 这些人恐怕要被当炮灰了吗 乌克兰现在发布了动员令 号召18到60岁预备役的军人 首波是三万六千人 那现在也等于是说乌克兰 首度对外承认 就是有可能俄罗斯会来侵犯乌克兰 那留下来的人 是不是要当这个承受第一级的炮灰呢 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台湾呢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台湾 会不会也是有权有钱的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些商人 他们会先走 那真的留下来的人不就是像这样子 18到60岁的这些台湾人 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看看这边 乌克兰很紧急 所以哲伦斯基就要求说 俄国西方 你们给我一个安全的保证 可是西方好像迟迟也没有给予一些回应 都是讲说经济制裁 那打电话他试图要联络普丁 普丁也是没有回应 现在是不是美国打算要直接放声乌克兰 因为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沙奇 他讲说美国不会向俄罗斯开战 也不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 即使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 所以现在乌克兰只能硬着头皮上泡口了吗 所以西方的空洞支持 让乌克兰苦吞失土之痛 苦吞失土之痛是讲说乌东两小国 那我们就用这个近亲漫画来解读 其实现在普丁的大炮 入侵乌克兰大炮指向拜登 拜登好像也只出个手指说制裁 并没有真的要派军过去 所以这会不会也演变成 美国永远的支持 都是只是嘴上支持呢 我们来看看这边分析 他是说普丁教训乌克兰 要避免引发大规模战争 而美国在内又没有办法 指称说这个他是病吞 因为他好像是合理可以进驻 现在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而欧洲国家又无意为乌克兰一战 所以现在见真章的时候 终究乌克兰只能靠自己 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讲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吗 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 对 其实这个不是普丁第一次出手 军事出手 2008年打乔治亚也是这个情况 在之前打车成是这样 俄罗斯出手的时候 没有国家敢出来阻止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世界第一大核子强国 对 他的核子弹头数量超过美国 而且另外的话 他最近的耗时飞弹 所以这个音速十倍的这种 超高音速飞弹 这个四射跟部署完成 美国还没有这个武器 所以并不是说美国欧洲 不愿意出来 根本就不敢出来 所以这回我想就是说 等于说是2008年 俄罗斯那时候也是普丁 打乔治亚的一个翻版 战争基本上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 他现在提出几个重要的政治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你乌克兰 你承诺 而且是书面承诺 不加入北约 那这是最重要的 那这一点的话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我想还会继续军事的压力 我想还会升高 那就是说这些乌克兰的富人逃跑 这是自然的事 非常非常自然的事 因为最近几年发生 包括美国的国内社会在讨论 其实他们一发觉美军里面的成员 大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乌克兰 他可能最后在战场上打仗的 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也就是说今后的战争 可能真正在战场上 拿着刀 拿着枪去拼的 你看一看 他都不是富有的人 因为富有人他很快 第一个他也不要当兵 第二个他就怎么样 他就很快就跑掉 那剩下来就是说 有些是经济因素 有些是什么因素 像美国这个国家 他们就统计过 美国中西部的孩子 特别爱国 所以另外一方面 他们经济的实力 相对对东西两岸 这些大城市 富裕家庭来讲 他们的经济也没有不占优势的 所以在军队里面 比例就比较高 那所以就是说 乌克兰这个现象 穷人跑掉 最后富人的孩子 或者富人本身 富人跑掉 穷人的孩子 或穷人本身上战场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战争基本上就 这一次战争就是说 是一种 我想21世纪 新形态战争的一个典型 那就是精准打击 那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就是用这种方法 他非但攻击你的 关键军事目标 关键基础设施 然后瘫痪你的军事能力 瘫痪你的经济本身重要的 所谓的基础建设 让你的经济活动也受到瘫痪 就是因为他打击军事的目标 指挥中心 然后港口机场 然后如果再下一波 很可能就是你的发电厂 或者重要的这些能源设施 我想他会是一波一波来 而且基本上很快 非常快 那乌克兰事实上这个国家 基本上之前我们看过他军事分析 他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是鸡蛋碰石头 那问题就变成 我在这边提出几个大问题 就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跟普丁直接接触 负责跟谈判的有几个人 有三个人 一个是拜登 一个是德国首相肖之 另外一个是马克宏 都见过 都跟普丁亲自谈的 那当然他们也提出警告 那为什么人家都不接受普丁的 不接受这些 是不是他们没有把这个讯息 很明确的告诉 乌克兰现在的哲伦斯基总统 就是说普丁确有决心 当然他们也对外也讲了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泽伦斯基 他看起来没有接受 任何政治上妥协的这种建议 那如果是这样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只能怪泽伦斯基 也就是说他拿整个 乌克兰人民的生命财产 来做一场赌注 那他也没有把这个情况 事实上如果说今天普丁跟我讲说 川普已经拜登 这个拜登已经跟我讲说了 普丁跟我讲了 你不接受我就准备攻击你了 那如果这个情况的时候 那泽伦斯基也有必要把这个事情 跟他的国内的政府来商讨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这个情况的话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没有上政治跟外交 强力的斡旋的话 那我想俄罗斯的攻击 还会再提升 好 所以现在大家在讲说 最大的输家 现在目前看起来恐怕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是不是没有判断到 这样的局势的演变 我们问一下慧恩哥 刚刚介大使讲的非常的贴切 在1979年中美断交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跑了一堆人 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也跑一堆人 宅宣 连去年三级警戒的时候 又一堆人跑掉 为了疫苗他就跑了 如果打仗他跑不好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要赶快立法院 请高嘉义委员去修法 我们要废除 承认双重国籍 为什么可以有双重国籍 因为方便可以落跑 不准有双重国籍 如果有危机 机场通通封锁 通通不准跑 什么私人飞机 什么富豪 什么通通不准 通通给你留下来 我这样讲很公平 因为我跑不掉 所以他都不准跑 大家一起共欢难 少来这一套 到时候要浪杠什么的 这个太现实了 而且我跟你讲 到时候跑的一定是那些独派的先跑 这个不行 你爱台湾你留下来 我们这些很穷的朋友 普罗百姓 是我们像这个 我们也要赶快恢复征兵制 我们有什么资格再跟人家玩这个木兵 所以观众朋友 蔡总统这个抗中保台 我们就乌克兰这个事情要好好的反思 去年高嘉义委员在我们节目讲说 抗中不一定保台 所以高委员是真的良心未敏 他有时候会讲实话 真心话 抗中不一定能保台 去年拜登跟习近平的线上峰会 你看拜登讲什么 他说美中没有必要冲突 这是拜登讲的 那两岸其实也一样 如果美中没有必要冲突 那为什么两岸要冲突 不是这样子吗 之前我们看到去年八月 这个阿富汗美军撤军 然后香港的例子 那时候都还没有乌克兰的事情 那你还相信台美坚若磐石吗 我是希望大家想清楚 台美其实应该是梦醒之分 美国没有欠我们 美国没有派兵到乌克兰 因为拜登讲的 他说如果我们跟俄罗斯开火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因为刚刚介大水星 俄罗斯的军力是强 可是现在大陆 大陆的飞弹跟银弹的实力 也非常强 如果美军跟大陆开火 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不要内斗 我们要想清楚 美国没有派兵去乌克兰 美国也不会派兵来台湾 大家要想清楚 先确立这个原则 然后台独也不可行 昨天跟台独也走不通 布林肯都说反对台独 我们就不要再去想台湾 然后赶快再来 不要再讨论张亚琴跟杨宝生了 赶快来想说 我们面对乌克兰这样的局势 我们有没有应变的方案 好 嘉宇 其实蓬佩奥 大家知道美国前国务卿 3月2号到3月5号会来台湾 那他过去也是一直主张 就是说跟台湾的友谊 还有台湾民主同盟的关系 那他也是未来美国总统的 一个可能的人选之一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来台湾 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是代表说台美关系 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讯息 跟一些资讯 那当然就是说 美国也一再的重申 就是说台湾不是乌克兰 中国也不是俄罗斯 那大家也知道说 现在俄乌的情势来讲 中国其实是最尴尬的 也就是说 中国其实从头到尾 虽然跟俄罗斯是盟友 但是对于俄罗斯这样子 承认乌冬两个地方 独外